把牛肉放入滚烫的啤酒中 出锅就是一道大营菜 做出来好看又好吃 真的太下饭了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宽进式大厨 首先准备一点牛肉切成小块 把牛肉冷水下锅 加入葱姜 再加一点料酒 把煮出的浮沫撇出去 焯水后捞出 然后放温水里面清洗干净 洗掉残留的浮沫 每天都在废禽忘食 偶心力学的焦灼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看一下牛肉已经洗得非常干净了 接着往锅里面加入一罐啤酒 啤酒可以去腥增香 软化肉质 使炖出来的牛肉更加的鲜香软嫩 特别的好吃 啤酒煮开后倒入牛肉 加入葱姜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做黄焖鸡 黄焖排骨 黄焖牛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要想让炖出来的牛肉更香一定要加入开水 加入适量的开水 黄焖牛肉 盖上盖子小火慢炖50分钟 时间到了往里面再加一点萝卜 盖上盖子继续再炖20分钟 好了 时间到了打开 再撒上一点青红椒 香喷喷的黄焖牛肉就做好了 软来入味 不腥也不柴 真的太好吃下饭了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毛巾